RM字幕佐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布固克 今天兩分鐘線上課程 要跟大家講的是 如何判讀色皆分布圖 那我們現在看到畫面上方的這張照片 是我今年去厚禮泰安的櫻花 我們可以看得到照片 感覺曝光還算OK 那我们把它看到射阶分布这个地方来 那射阶分布呢在这张图的右边 就是照片中最亮的地方 左边就是照片中最暗的部分 那这一个高低起伏 就是它这一个明暗度占 画面当中的比例有多少 这样子去判读 所以这一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射阶分布它没有去贴到照片中最亮的地方 也没有去贴到左边最暗的地方 所以这一张射阶分布是算很正确的一张照片 没有太亮也没有太暗的部分 而且它的所有细节都落在射阶里面 那这张照片的明暗就会完整的呈现出来 接着我们看到第二张是台中的情人桥 这一张照片所有的细节 其实也都在射阶分布里面 只是这一个射阶分布的比较集中 而且靠近中间 那中间就是我们所谓的中间调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一张照片呢 不能说它是曝光不正确 它是正确的 只是说这个环境这个场景可能没有太亮 也没有太暗的地方 那这一种照片可能比较常出现在阴天 或者是太阳被云挡住 刚好被云挡住 或者是比较昏暗的场景 那所以这一张照片其实也算是一张曝光正确的一张照片 再来可以看得到这一张阳光桥的一张照片 我们可以看得到射阶已经有贴到右边最亮的地方 那这一个照片呢 就会有所谓高光细节上司的疑虑 那如果我们要拍曝光正确的话 这一个曝光值应该要让它往简 也就是暗部的地方再去拍 可能需要拍到负一个EV或两个EV左右 曝光才会比较正确 再来第四张这一张照片 在晨光桥 这一张照片整个细节也都偏在左边 而且有少部分的贴到最暗的地方 所以这一张照片曝光来讲较严重不足 如果我们要让它曝光正常的话 你可能必须要把它拍亮好几个EV 可能到正二或者正三之类的 为什么我们拍照必须要去看 色界分布图呢 在数位的时代 照片一旦过曝很难把它救回来 如果说你的曝光不足 那我们想要透过后置把它提亮的话 那杂讯往往会存在于暗部这些场所 所以你把拉亮等于就把杂讯叫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要把曝光拍正确的一个原因 上面是我们的联络方式 请扫描我们的QR Code 欢迎发问问题以及报名我们的课程 我是布鲁克 下次见 拜拜